屈原的后人中 有一只于两百年前迁徙来台 经过数代人的打拼 繁衍生根于彰化屈家村 为了纪念人称水仙尊王的原祖 在台湾的屈家后人 三年前集资新建了一座屈原宫 这座公鸟坐落在彰化市宝布里 离屈原宫不远的景观公园内 还有一座由紫围乡亲赠送的屈原同像 象征着族人血浓于水的关系 谈起端午 大家就想起包粽子 屈家村的包法大致跟其他地方类似 先准备粽叶经过洗烫的程序 再以两片粽叶包裹食材成型 外以白面线捆绑 但由于各地盛产的食材不同 因此也会在外形与馅料方面有些差异 依照民间信仰 端午当天的祭祀活动 以神明为首 公品包括水果、茶水、纸钱等 以屈原宫来说 王爷宴是端午活动的主要项目 为了普渡祈求平安 庙方会准备108道各式点心、茶饮、酒水、大菜等满汉全席 宴请王爷享用 也用以招待各路神明 立旦是端午节的另一种民间习俗 一般认为端午节正午 阳气最重 所以能将鸡旦立起 传说端午节能将鸡旦立起的人 未来一年运气都会很好 自清朝乾隆年间 每年端午 老岛就有窦传活动 也就是现在的龙州竞赛 靠近海口庙宇 有迎龙头要接习俗 章话宪之记载 先是初一日 以旗鼓迎龙头 延门歌唱约彩莲 所唱及彩莲曲也 寺庙海船皆明罗旗鼓 为之龙船鼓 居民听到龙船鼓声 纷纷栽取插在龙头台上的荣业 初五正五 敲锣打鼓 沿途民众鸣炮旅败 台龙舟到河岸 并名罗举奖 表示接龙船欢迎之意 我以台湾国家的市场 的新闻来说 我有两个希望 第一个希望就是说 台湾国家的后台 一定要了解 国外的情形 我希望 庄外国家的后台 让大家可以 大家同意一心 中华新家村 乘乡亲们 祝福福福北省 昌室主规省的 亲朋好友们 丰富和家安静 期待在相会 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